今年生日六小主赛的话终于打完了 然后这是各主战队的积分排名情况 最后的话来看一下淘汰赛的一个分主抽签 和此前小主赛不同的是 此次抽签我们的潮神被ban掉了 然后根据同主规避的原则 最终结果的话如下 从观众席各战队的反应来看 此次抽签的话还是可以的 呃 据对战JT的话应该基本没什么压力啊 不过晋级后的话将面对上季生日冠军狼队 多少的话也还是有点压力的 呃 然后是微博对战FL这里 FL这几天虽然说人途表现还可以啊 也有很多很秀的操作 但是之前的话该主压力的话比较小 而微博小主赛的话则是第一分主 加上跟独舞打的有来有回 微博的话应该基本能够出现对战猪雀 至于这两队的话水平感觉差不多 大家觉得哪队经济概率更大一些呢 然后是ACT对战G2 主要是看哪队的人对发会更好了 目前来看两边的话都有秀根失误的时候 不管哪队晋级希望能在对战AXJ的时候赢下AXJ 呃 最后是JT对战GW 因为GW小主赛的人途表现的话都有许多失误的时候啊 所以从状态上来看的话 个人感觉JT的胜利更大一些 嗯 不管谁晋级都将面对抖舞 挺期待到时候的比赛的 最后是淘菜赛的话将于4月30号开始 在5月3号结赛的时候 现场的话还会有新内容的爆料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呢 在4月27号到5月17号的时候 会限时反场10月6的珍宝 以及往期GR和G的冠军时装 好了 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